走进藤包山 映入眼帘的是鬼斧神宫的世纪大峡谷 我们朝着山里前进 来到了高雄市的那马夏区 那马夏 那马夏 这个美丽的名字 在布农族语 有着明天会更好的意思 亦是卡纳卡纳副族语 男子先兮的意思 那马夏的居民 以布农族为主 以及透过正名运动 成为高雄在地族群的 卡纳卡纳副族 与拉阿鲁瓦族 然而 2009年8月的巴巴风灾 重创了那马夏这个地区 土石流冲回了房屋与道路 族人们被迫撤离这个从小生长的美丽家园 巴巴风灾后 部落的居民们反省于土地的关系 试图重建于土地的伦理 2019年是巴巴风灾后 第二个十年的开始 部落的居民决定团结合作 让原本单打独斗的族人们 联合共组事业计划 成立了回家小径 发展出那马夏 具有深度的文化体验活动 大地厨房的餐桌上 没有固定的菜单 土地有什么就吃什么 符合当令当季的当下饮食 同时透过饮食 了解达卡努瓦的生产风貌 拉近饮食者与土地的关系 工艺家的创作灵感 源自生活日常 那马夏的生活与自然紧密相连 传统的原乡文化与部落祭典 都围绕着古老群山 这些文化与自然元素 都成为工艺家创作的养分 深山里的便包店 运用当地小农食材 鼓励愿意一同耕耘 友善农作的小农们 共同守护家园的山谷西流 那马夏的族人们 用他们的双手 不分男女老幼 一起劳动 一起分享 一起交流 用心守护 历劫后重生的家园与土地 回家小静 作为部落青年回家路静的指引 现在也邀请您 与我们一同上山 感受专属于那马夏的文化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